欢迎台湖中心每一学期担忧时爱的国共500万的奖学金 向受负责的学生继续求学 欢迎台湖中心目科技的业者 为特别合作这项奖奖学金的国务 特别利用到农党来的实财开发制造 提供百分之十的理讯来做奖学金 帮助家庖的孩子来完成学业 欢迎台湖近心目科技农党的业者 今天前来欢迎家庖中心 关键33万的奖学金 这笔奖学金是他们不追求所谈的钱 提供百分之十来输入家庖的海洞 爱线专案 那个题目叫做以爱为线 搅动希望 就是希望这个水饺能够让孩子能够有未来 至少有讲究军鼓励他们去求学 去发展自己 所以我们就从去年五月开始 到现在我们也 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推广 让更多支持的人士来买我们的水饺 然后来支持这件活动 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这次 其实我们数字不是很满意啦 就是还不够我们这次只捐了三十几万 那我们希望要来这一年能够更努力 这位是新的业者 那就有一次就跟主委谈到说 那我们云林家福的孩子 他们很多妈妈都是新住民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 后来就想到一个方向 就是说可以推荐他们适合到我们这边上班 帮我们处理农屋或者包水饺 本年交付中心 目前每个学期大约要花500万的祝贺金 来让事夫座的学生顺利救了 我们云林家福每一学期 大概要花500万左右的奖学金 这一个礼拜就要花放奖学金了 目前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缺顿 所以今天照样送来的三十三万 给我们相当大的帮忙 我们期待社会各界继续 能够勇业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安心的求学 顺利的完成学业 本年交付中心每学期的花红 15,000 给台专生 国中心6,000 这学期的奖学金 一定这次来花红 记者宜兵委 曹王报道